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全不一样呢 以前我在加拿爱奇看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哦不对 我好像是来参赛的 那么就用我书星来专业点评一下这组的表演吧 大家请看甜甜姐 时爱姐 时爱姐就是那种一开始看不怎么时爱 下次越看越时爱 I got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baby lol 啊我实在是太时爱时爱姐了 所以下面我要表白一下安琪姐 我书星就是这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大家看安琪这位选手 她在唱调结束之后有一个挑眉 你以为这是简单的挑眉吗 不 你看她这个挑眉像不像我家那把 香钻的阿拉伯弯刀 我知道这样形容可能不大合适 但是我真的有香钻的阿拉伯弯刀 还有这颗黑质让我想起了上礼拜 在几百庄园车库黄色那辆冰丽丽 弄丢的LV包包 里的一串黑色的钻石项链 跟她一样黑 哎呀他们的配合就代表了女团的团婚吧 果然没有白来 这次的票买的值得 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不知道买他们这个团贵不贵 我在烦恼什么呢 我又不差钱 嗯那让我想想 女团名字不如就叫 她是那个铠甲 成立女团吧 乖乖乖不要忘记了你选手的身份 上官时代和安琪这两个都是实力派的选手 最后他们能不能出道 对我们节目组保持现代的口碑 也许上一集的口碑 总之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他们能不能出道呢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会以为我们节目组是有剧本的吧 原来没有剧本啊 当然没有剧本啦 书星的reaction 你身家信我耳朵 四包胎的表演我也很喜欢呢 完全是A的水平 虽然最后全部拿了C 但是跟B不相上下 又会抓眼球 又会抓镜头 非要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只能想到 完全没有亮点嘛 你竟然说我们完全没有亮点 我们四包胎每个课都是宇宙不同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以带给观众四倍的快乐 对吧姐姐 姐姐 我是你妹妹啊 四包胎最大的优势 就是一人C位四人C位哦 但是最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选择 初选舞台的表演曲目很不适合他们的 我当时有一首很适合他们的歌曲 不过是三包胎唱跳的哦 始终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 如果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不会爱我 姐姐 我觉得她一个人在抱团针对我们四包胎 姐姐 我真的不是你姐姐 我是你妹妹姐姐啊 那个书星 我们可不可以公平公正不大任何私心的评价一下冰淇雨节怎么样 既然导演都这么说了好吧 那么说起冰淇雨节 那应该是形容我的呀 啊不是 我是让你评价冰淇雨节的表演 不是评价冰淇雨节这个成语 哦那没有 书星的reaction 啊我好喜欢张总和王总的表演哦 他们这种批评 大公司贪婪 传统道德 狭窄战争 无人道姓 嬉皮式文化 结合日式后美学 真子时代 审美真气波 最终形成 招和混搭 猫王时期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审美气质 总是能带给人无限的快乐呢 小卷毛 小卷毛你就是我皮革的女孩 当然王总也不错 就是发际线有点高 不想我们小卷毛 小卷毛你发际线也太高了 点吧 嗯嗯嗯 那你们看张总王总这个打扮 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 普通文化时事业很好 你不小心就会误以为 是你们周末出去加油的邻居 很有亲切感 我也很喜欢呢 你们难道不想知道 为什么这里我用你们 不用我呢 因为我大师庄严 没有邻居 看来我们书星 真的很喜欢这一组啊 对啊没错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离得太远了 一点也看不清世界 是的我离得太远了 不管是银星辉 还是今天的初选 我都离得太远了 那书星 只是你可以选第一排的位置 真的吗 我说的不是那四个 书星的reaction 我很好 也很努力 啊那么这个表演 我可以给Z的 竟然敢想像我亲牛的实力 我可是这个节目组 最需要的话题女王 女团不需要reader 女团还不需要wow呢 不需要reader 不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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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起开 女团真正需要的是我 女团才不需要copy呢 等一下是copy 去玩家还压那个 哇哦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 papal america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